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投资人保护中心针对乐生案提名市求偿,外传读董之一李永平应有托产迹象,超过千万元财产已遭扣押,市邻地方法院今正式收到投保中心申请,并于今年5月19日分案,目前已扣押李永平位于北市内湖区时谈断的不动产。 据了解,投保中心远向台北地院请求对乐生董监市及三位读董陈文茜,引起名李永平假扣押,3月17日遭驳回后再提抗告,李永平部分4月27日或高等法院裁准,其余对象仍被驳回,投保中心最迟高院裁定向市邻地院申请抢制执行。 此外,因投保中心违法定保护机构,且是为乐生案被害人进行团体诉讼,市邻地院严一投资人保护法,裁定本案强制执行免工担保。 乐生案爆发后,投保中心先是处面对白尺肝头持有价值约7亿元乐生股票假扣押或准,接着再提19620多名被害人向白尺肝头。 乐生大股东Nigger Cloud与日籍负责人兼也由招求偿46亿余元台北地院上月19日如数判准,投保中心令向陈文倩引起名李永平等人求偿39亿5929万余元。 此案台北地院仍在审理中,投保中心也针对此案申请下扣押。 台北地院上月24日完成分案,但目前尚未定开停期日。